不懂就问 假如火箭军导弹车在路上遇到降驴该怎么办 首先导弹车拥有最高级别的路权 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人 那不好意思 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如果这位降驴不听劝 非要自以为是 在三次警报无效的情况下 警卫部队有权利及执行战场纪律 但在实际情况中 导弹车经过的路段都要执行战备戒严 普通人是很难一览核武方容的 无论你是谁 只要导弹车经过 都得迅速让出道路 哪怕是站去手掌舰了 都得选择绕道走或者下车让路 这是因为导弹发射车 作为一个国家陆基和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管是应对引发的核战争 还是常规的核威慑 它不像无法移动的导弹发射井那样 容易被锁定和攻击 其拥有的快速疏散和反击能力 以及战斗机动部署的优势 就是我们能和大国之间相互制约的关键 比如我们的东风导弹 俄罗斯的萨尔玛特 一辆导弹车所携带的核弹头 足可以轻松毁灭一座大型城市 一旦出动 必然是涉及极其重要的军事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事都不能耽误导弹车的行程 而且每次与导弹车共同出动 还有负责护送的警卫部队 他们会提前根据导弹车的行进路线 进行交通管制 或者是在外围路口进行全面封锁警戒 还成立了自己的特种部队 它就是利润特种部队 这支部队估计很多人没听说过 但其肩负的使命堪称最重 甚至关乎整体战局 这支特种部队的任务 首先是要警戒保护我方的火箭军基地 执行保护 押送核导弹等绝密任务 另一方面还要承担快速突击 情报侦察 紧急拦截等任务 以及对敌方关键阵地进行渗透破坏 袭扰干预敌方等行动 如果说东风导弹是世界真理的话 那利润特种部队就是真理之剑 利润与东风 共同组成了我国最强大的战略威慑力量 不过说到底 导弹部队很少会出现在公众事宜 这是因为很有可能引起社会恐慌 试想一下 如果街道突然出现一支鹤枪实弹的部队 肯定有人就想象是否发生战争了 再被键盘侠发到网上 那引起的恐慌和猜疑程度将是不可估量的 即使是部队换防或者是出现重要的战备任务时 他们绝大多数也是在夜间进行 所以大部分人或许一辈子都见不到导弹车路过的情景